歡迎您來到眾品味頻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香辣紅燒帶魚 這是五百顆速動帶魚段已經解凍了 現在把魚清理一下 把魚鰭剪掉 內臟也要再清理一下 看魚的裏外都清洗乾淨了 把乾辣椒切碎 把薑和蔥切成絲 再切一點兒蔥薑絲反應味上 加一勺拌料酒 加半小勺鹽 然後拌勻 蓋上蓋子 切煎翻動一下 使其均勻入味 腌制二十分鐘左右 鍋裡放些油 我們開始煎魚 蓋上鍋蓋 防止油漸到外面 一面煎黃的時候 再翻個煎另一面 當魚的兩面都煎黃了 魚就煎好了盛到盤子裡 魚全部煎好了 接下來鍋裡放些油 放入乾辣椒 蔥 薑 大料 炒香 然後把煎好的帶魚放在上面 再加一大勺料酒 一大勺醬油 半小勺糖 一些胡椒 五十毫升水 蓋上鍋蓋 小火慢燉四到五分鐘 把剛才煎魚的蔥薑也都放進去 拌魚的脂肪含量高於一般魚類 而且多為不飽和脂肪酸 它具有降低膽固醇的作用 帶魚還含有豐富的吸鎂元素 對肝臟系統及心血管系統都有保護作用 差不多燉好了 這時候加一點鹽 切好的蒜片 半小勺醋 翻幾個個就好了 再撒上一點蔥花 又好看又好吃 謝謝收看 請記得點贊和訂閱哦